现在这个欠的人都不出来了 现在取不出来也挺着急的 虽然我真是会去哭了 画面里这个情绪失控的人女人是张女士 张女士父亲因病去世了 张女士处理完老人的丧事 开始着手处理老人的遗产 老人生前省吃俭用省下来14万元 她想帮80岁的老母亲取出来 老人年老治病吃药都需要钱 可是谁知道 刚来到银行就被告知取不出来钱了 父亲一辈子积攒的钱都在这张银行卡里 现在父亲去世难道钱就这样消失了吗 知道他们不然然去了 老妈一下 拔鞋拔鞋了一神饼 继续花钱 现在这个钱的又弄不出来了 把人用这钱去不出来 我咋办呢 张女士一时间情绪很难控制 有些激动 展示屏 卖书卖粮食卖的 谁看钱 张女士说 之前来取钱都是很顺利的 父亲生病住院的时候 手头上有些紧张 张女士就来银行里取出了2万元 这一次取钱取得很顺利 等到第二次 张女士想要把钱都取出来 方便使用 来的那天银行机器故障不能取钱了 张女士只好离开 后来父亲去世 取钱的事情就这样被搁浅 等到张女士想给母亲取点钱买药的时候 却告知被冻结了 张女士以为是存在什么误会 于是向银行工作人员解释 父亲本人去世了 并且拿出相关证件 可是张女士无论怎么说 磨破了嘴皮子 银行就是不同意让张女士把钱取出来 一边是失去父亲的悲痛 一边是着急需要钱治病的母亲 张女士一时间难以接受 减费凭老人去世留下14万存款 子女取钱被拒 银行拟哪位 张女士父亲在银行存了14万 现在老人去世 做子女的来取钱 为何取不出来呢 对于张女士的指责 银行方面表示 他们也很无奈张女士是去世的张老先生的女儿 没错 张老先生去世了也没错 可是法律是需要程序和证据 这个金额是十几万已经比较大了 已经超出了就是 今年银毛经会颁布的那个规定里面 这个一万元的这个限额 就是银行那边出于对账户资金安全的一个考虑 在没有见到相关的公正文书或者法院的法律文书的情况下 他是不能去擅自做出判断 说是你们这几个人到底是不是完全包含了所有的继承人在内 所有的继承人都都在场的情况下 你们去做一个公正 或者是通过法律途径去打这个调节或者判决 确认这个被继承人探的这些款项归谁 张老先生去世之前 不管是不是张老先生本人 只要拿着他的银行卡 知道他的密码就能取出来钱 但是现在老人去世 这笔钱的性质就变了 需要去做公正 证明取钱的人是张老先生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继承了张老先生的遗产 包括这笔银行的存款 才能一次性取出来 像张女士这种情况 做公正的话 大概需要三千元左右 张女士一听就受不了了 我是我爸爸的女儿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怎么还要证明我爸爸是我爸爸 并且还需要花好几千块钱 张女士就不干了 一旦涉到缺失就涉及到遗产法的问题了 所以说这个肯定能取得 但是我们这第一顺位继承人需要做公正 你为啥让我护证啊 我这个非要你护 老太太都是讲视频 你卖书卖粮食卖的这些 是好钱的 是好钱的 钱没取出来 还要搭进去几千块钱 张女士不听工作人员的解释 一门心思认为 自己该有的证件都有 银行必须把钱给她 至于花钱公正 这是不可能的 张女士用大吵大闹解决事情 银行方面当然不可能违背法律 把钱给张女士取出来 双方就这样陷入僵局 张女士应不应该去做公正呢 她的钱能取出来吗 减费凭老人去世留下14万存款 子女取钱被举 银行拟哪位 银行拒绝张女士取钱的行为 并非是故意刁难 银监会在2021年就下发规定 如果老人过世存款金额在1万元以下 张女士带的这些证明是可以顺利取出来钱的 俗话说 法律是为了人服务的 如果是张女士家里这种经济困难 急需用钱的情况 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话 也可以适当地调整 取出钱来 问题在于 张女士要取14万 这就必须要在所有继承人在场的情况下去做公正了 要出3000多元去做公正张女士是死活都不同意 她认为这是银行的规定 银行既然要公正 那银行就该出钱 张女士有些不懂法了 这不是这一家银行的规定 是法律的规定 给张女士和她的家人再次讲了法律关于取去世的人的规定以后 张女士总算是有些清楚了 她不该埋怨银行 现在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张女士要花钱去做公正了 这时 张女士的家人为了减轻公正费的负担 给这个这个想法 弄一半无网还拿出来 生个预则就公正一下 按照咱们的相关规定 这个钱是要一次性全部都取完的 这个想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希望张女士和张老先生其他的继承人能一起尽快去做公正 把张老先生的遗产顺利取出来 用到急需用钱的地方 好了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